1月21日,除夕夜,在辞旧迎新的特殊日子里,新桥医院妇产科里,医护人员与待产孕妈妈一起,等待着兔宝宝的到来。 年夜饭后,正在看央视春闻的孕产妇王女士,感受到了腹中宝宝发出的信号。 预感强烈的她,赶紧收拾妥当,和家人来到新桥医院妇产科等待生产。 她就感觉肚子开始有点发紧那种感觉,然后我们就从家里面就赶快到医院来了。 凌产三点左右,破得水,现在39周,有规律的腹痛,现在查停的话,宫口是开两,宫饭已经凌产了。 妇产科医生丁元利告诉记者,孕妇在顺产过程中,医护人员必须要有高度的洞察力, 精准捕捉产妇的每一个细节,才能有效应对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。 在过程中,产科医生和初产士一边指导黄女士分娩,一边不断地对黄女士进行着鼓励。 工作的时候吹气,然后间歇期的时候,工作间歇期的时候,就是不痛的时候,肚子不痛的时候, 然后就用劲儿,你要听我的指挥儿,我们两个好好配合好不好。 22日,5点32分,伴随着响亮的啼哭声,产房顺利迎来了体重2800克的第一位兔宝宝宝。 他宝宝出来了,是个儿子。 来,恭喜你,儿子。 辛苦他们了,然后真的很谢谢他们。 然后因为我是福建的,我还教他们用普通话跟我交流,交流得很好, 这个是我最放心的,因为我之前一直怕生产的时候不是要跟护士互动, 我怕他们说重庆话,我听不懂,然后他们很有耐心地跟我说普通话。 正在在家沉浸在喜悦中时,又一名代产孕妇送了进来。 6点26分,这名孕妇也顺利分娩一名男婴。 这是他们家的第二个孩子,产妇蒲女士告诉记者, 因为预产期就在春节前后,所以他们早早就为孩子寻名黏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